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实这么一个故事的女主角她姓陈 陈小姐她有任何事情都会以透过跟我询问做菜的流程 来跟我聊天互动 也就这么样的一个服务到位的模式 指了对于这个陈小姐我们做了进一步 那么很亲切的一个互动 那么整个情绪一上来 有做一个拥抱的动作 也做到了嘴对嘴的动作 第二 老公 我不会跟大姐计较指的就是我太太了 她已经把自己先下了一个小二的一个位置 我不会跟大姐计较 我没有承认什么 但是我只是说明说 我有做了这些个动作是非常不治的行为 今天两度被拍到我到里头去 我们清清白白 就是铁门拉下来以后就在车子里头拥抱一下 让她感受到我们给她的一点温暖 那么没有进一步的到里头的房间去做任何互动的动作 动作出来了没有谁主动 她就是很热情 然后感觉很委屈这个样子 那你很委屈的时候她就 哎 老公 就这样子过来了 我想闪我都没办法闪 讲真话 其实嘴对嘴了如果说我强词夺理的话有一点点感觉过分 但是在她当下她的情绪了非常不稳定的时候 她的嘴巴过来 脸颊过来了 我只是接招而已 但是没有说嘴对嘴以外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勾来勾去的了 要不然的话 我们周刊里面还清清楚楚的写到 两个地方 一个39分 一个30分 我请问各位 如果我有进一步的肌肤之亲 哪会只有30几分 39分 你外面有没有跟人家生下小孩都没有 其实真的很糊涂 这件事情呢 包括个人的一个生活行为能力呢 我都没有掌控的很好 我所有赚的钱都是太太女儿在掌控 这里面呢没有说一丁点 拿多少外面再另外养一个家都没有 那太太也知道她有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一定要约在某些 为什么不能约回家 没有不是约不是约 我们是准备在外面谈 那因为她的车子就刚好停在某天的门口 那我就很自然的 我骑机车 全罩式的安全帽我没有拿掉 我就这样子套着 我就坐进来 我说来什么事你讲 我以为三两句 讲一讲 我帮她开悟了解决就好 我就离开了 结果哪会想到她车门一过来 前面一走一转个弯就进去了 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啦 讲真话 没有啊 两次这种状况就是因为车子是她开的 我上了车子以后 都是这个样子 我有特别叮铃一句 我说陈小姐 不要这样算哦 你会把我整个的前途给毁了 她说不会啦 你放心啦 我们上一次也没怎么样啊 这一次你放心啦 公务手机很好找啊 她只要打电话到饭店里头去 然后跟饭店里头骗说 我是她南部上来的亲戚 我打她的手机电话打不通 因为我号码换掉了嘛 那么通常我的员工听到说 有她南部的亲戚上来 要找总主厨 就自动的会去把手机的号码讲出来 就是这个样子啦 那个肢体亲密接触 就只有嘴对嘴的那一次 只是这个样子两次啦 两次 可是香港过来的时候 我闪我就没闪了 但是我整个嘴巴麻掉 我就顶在那里而已啦 没有说有一个什么联动的行为出来 就这个样子 你总要先满足她 情绪让她先缓和嘛 好啊 我们好回来了 我认为应该算是巧遇啦 对 外遇的话就是 脑筋里面有想好 我什么时候跟你约见面嘛 心里面已经有谋略在里头了 在车上就是抱着老公 哎呦我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啦 两个人接触的时候 隐秘的时候 很自然的一些动作上来 那我们最严重的挡 就是更进一步的动作不行 那你说亲一下 亲一下国际礼仪啊 我们有多少朋友 在马路上碰到 不就是 哎哈喽怎么样 就是很自然的 没有过多的一些 邪念去解读这么些个互动 把他碰一下而已啊 里面舌头没有喇来喇去 这OK啦 师傅你有考虑吗